62年国家建设研究会 将在8月6号起在台北召开 将有海内外学者参加180人 出席这项会议 投备会的召集人 教育部部长蒋念士 今天在记者会中表示 召开这项会议的目的 是希望国内外学者参加 对国内近年来各方面情形 拿当前若干实际问题 做深入的了解 并且提供检讨改进的意见 作为政府时政的参考 投备会资金秘书姚顺 今天也在会中报道了 投备工作进行的情形